周杰你好 朋友介绍我说这家福具的公司非常的历史悠久 而且有一个正殿之宝就是您 您已经在这里正殿了70年 然后你的下一代也是走这条路 然后走得非常的成功 他们到国外去学习 然后把这些国外的最新的科技引进来 让这边可以跟得上时代的潮流 所以那我就想说 是不是可以请您讲几句话 您这70年来在这个领域上工作耕耘了这么久 是不是有几句话 要跟大家说一下 跟你的后代子孙说一下 我以前那个是跟我哥哥 在学着我哥哥比我大14岁了 在大陆的时候 那个我哥哥在做的时候 我在看上以前就在做了 在看上以前就在南京在做 是跟着列政部商场用机用的 然后他去做了日本人 到南京的时候 我哥哥就跟政府到四川去 到四川的时候做了八年 他回到南京的时候 就回到南京去 回到南京去的时候 还在一年的时候 那时候共产党来了 就是我哥哥跟政府又去到四川 到四川去以后 八年以后回到南京 他回到南京的时候 一年了 这个共产党出来的时候 我们又出来 我跟我哥哥出来 出来就到台湾 到台湾来 从南京到广州 从南京到广州 回到台湾以后 这个我哥哥就自己做 叫我帮他一起做 那时候我才是二十岁了 就让我做了 那我现在就做了70年了 是是是 实在是非常的历史悠久 又是坚持了那么久的时间 好的 那就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帮我妈妈 弄了那么好的一个武器 让她的头可以抬起 谢谢你 谢谢 谢谢